西北美 我要 天呐 太漂亮了 可以用我的iPhone trade in 美嗎 美嗎 OMG 大家你們真的不要冒 真的不要冒 因為我現在手上拿著 這個就是 會不會人討厭死 會不會人殺死 人人都搶著要的 華文P20還有P20 Pro 而且還要是北極光版本 這個顏色真的是西北美的 你看我現在右手邊 拿著這個北極光色就是P20 Pro 而左手邊拿著這個黑色就是P20 我們現在先來講顏色 這次華文就死無前逆的推出了 北極光色的手機 而且如果你在暗暗的地方 這個北極光色就是淺淺的紫色 而如果光線太亮照下來 就會變成青色 我現在在比較亮的地方 所以你們可以很清楚的 看到有兩個顏色的漸變 那隨著不同角度的光線照射下 它的顏色就會一直在變 也就是說 你好像每天戴著不同顏色的手機 可出門一樣 講完了很毒 它的北極光色 一定要講一下 男生都很喜歡的粉色 這個粉色其實跟北極光色 一樣都是漸變顏色 它正確的名字應該是要叫做粉筋 也就是Pingo 為什麼叫Pingo呢? 因為它從一開始會粉色 然後慢慢叫淡黃色 再慢慢到白色 這個顏色我感覺男生女生都可以駕馭 它是偏白也不會太少女僕 很好看 好了P20還有P20 Pro的鏡頭排法 變成了大隻了 所以當我拿上來橫著要拍照的時候 你可以很清楚看到它的鏡頭 來看的logo還有華為的logo 是一起看過去 這個設計很好看 但是有一點要提醒大家 就是P20還有P20 Pro這個亮亮的感覺 其實是因為它用了玻璃材質 而玻璃材質又會比金屬材質更弱一點 對於那種一天到晚手畫的人 沒有安全期間 你還是戴套啦 而且為了不要遮住這個美美的後背 你還是戴透明的套啦 盒子裡面有免費給你喔 因為iPhone X帶起的潮流 華為P20還有P20 Pro就沒有辦法 一定要哽 所以它們就用了這個瀝全面 華為P20用的是5.8吋屏幕 而P20 Pro用的就是6.1吋屏幕 但除了屏幕尺寸不一樣之外 它們用的材質也是不一樣的 P20用的是LCD屏幕 而P20 Pro用的就是OLED屏幕 但對於我們這種一般使用者的話 其實兩者差別並不大 好了 P20和P20 Pro的瀏海會比iPhone X更短一點 裡面包括了平銅2400 像是我前置鏡頭還有傳感器 那如果你不想瀏海的話呢 你還是可以這樣子做把它藏起來 首先第一步呢打開Setting 然後你可以看到Display 按進去 然後Notch 就是瀏海 點下去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第一個就是有瀏海 然後這個就是Hide Notch 就是關閉瀏海 沒有瀏海啦 那如果你想要你的手機更加全面屏的話 我就有一招可以教你們 私人傳授啊 就是把你的虛擬鍵 藏起來 然後透過指紋識別 再配合華為的手勢調來使用 那我們現在看到下面是有虛擬鍵的 現在要把它弄不見 按進去Setting System 然後再進去System Navigation 可以看到有三個選項 一個是虛擬三間 一支是一條白線 還有一個是什麼都沒有 那我們就選擇什麼都沒有 然後我們就退出 看一下沒有 什麼都沒有了 看起來沒有更加全面屏 鏡頭就是華為PG Pro最好料的地方 它是史上第一款有Lighthouse三鏡頭的手機 這兩顆是華為一貫的黑白彩色搭配 四千萬像素彩色加兩千萬像素黑白鏡頭 而第三顆鏡頭呢就是八百像素的長焦鏡頭 這個長焦鏡頭不只可以拍三倍光圈變焦 甚至可以拍五倍的混合變焦耶 而華為PG Pro還是用了普通的一千萬像素 加兩千萬像素的鏡頭 講這樣都還是給大家看一下拍攝樣張啦 從華為PG Pro的拍攝樣張可以看到 無論是細節還原還是曝光控制 都依然保持在旗艦機的水準 至於顏色方面也還是大家熟悉的Lighthouse色調 第二張就是低光拍攝 PG Pro還有PG Pro在這方面可以講是有了很大的提升 如果當你中印照片中一些細節之後 你可以看到照片還是很細膩 而且它的焦點也控制到很到位 再來是第三張 可以看到PG Pro的三倍光學變焦 還有五倍混合變焦的樣張 你可以發現兩者的細節還是保留得很不錯 好為PG Pro還有PG Pro 卻有一個功能叫做AIS防手震 到底這個防手震有什麼厲害有什麼用呢 我們馬上來看一下 這個防手震可以用在晚上 更厲害的是 現在還可以手持進行Lighthouse拍攝 對焦超級無敵快的 而且咧 PG Pro也持持960fps 跟它超慢速度 所以小小給大家科普一下 它會PG Pro在DSO Mark的排行榜裡面是最高的那個 而且你知道最高的ISO是多少嗎 是102400 好高耶 OK 講到拍照的話 我們自己來看一下它的AI 它的AI一共有19個模式 風景還有人物啦 有美食啦 有動物啦 但這些之前都已經有了 但這次比較特別的是 它有在人像模式加入了燈光效果 這個是蝴蝶光啦 然後這個是虎海光 如果你玩就對了 還有就是你可以後期更換燈光效果 而且還可以選擇燈光來 這裡我就分成五大種類的差別 第一個就是屏幕 華為PGD採用的是5.8吋的LCD屏幕 而PGD Pro採用的是6.1吋OLED屏幕 第二點就是鏡頭啦 華為PGD的是兩個鏡頭 華為PGD Pro就有三個鏡頭 至於第三點就是電池 華為PGD是3400mAh 而華為PGD Pro就是4000mAh 至於第四點就是存儲組合 PGD是4GB RAM加128GB ROM 而PGD Pro就是6GB ROM加128GB ROM 兩個都沒有支持IP ROM 第五點 防水 華為PGD只支持IP53的防破水 而華為PGD Pro就支持IP67的防水黃色 最後跟大家講一下華為PGD 還有PGD Pro在大碼只有三個色 一個是黑色 一個是藍色 一個是粉金色 至於大家最漂亮的北極廣測 大碼還吃 沒有印象 只有我手上有啦 至於售價方面 華為PGD Pro就是2599mAh 而華為PGD Pro就是3200mAh 4月6日開賣 收一博粉的我 可是我是覺得這個很漂亮 可是我不能夠被拍iPhone啊 可是它很美 欸 那怎麼辦 怎麼辦 那個隊友可以嗎 我是開箱喵 一個愛科技愛開箱愛貓的小女生 嗚